只有这个精致的男人带了伞 你也带了伞 今天你车上了 他这个伞还挺大 他这个可以打100 你看他就帮男孩子 亚运会即将开赛 国宇依然是那个最团结的群体 虽然如今的难度已经超过网界 但队员们乐观的精神还是让人赞叹 所有羽毛球项目中 最值得关注的自然是男单 林丹曾在亚运赛场打出过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 他连续两届比赛拿下冠军 如今这个重任交给了时宇齐 陈龙退役后 时宇齐已则无旁贷 必须扛起国宇男单的重任 他需要去冲击冠军 拿回属于国宇的荣誉 从能力来看 时宇齐没有太多问题 他具备在大赛冲冠的硬实力 只是相比于林丹 时宇齐还差点意思 也没有陈龙在大赛的专注度 因此时宇齐的难题还有很多 但是机会已经在面前 此事步驳更待何时 羽毛球比赛在9月28日到10月7日之间进行 期待时宇齐的表现